大家好,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失眠多梦的方法 在睡觉之前的比较烦躁 怎么睡都睡不着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或者是半夜睡觉睡着 做的梦就感觉胸口像闷着喘喷来气呢 这种现象的一般都是心经不通 导致的 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点按神门这个区域 它正好在我们的心经上的一个区域 它可以帮助我们书中心经进行调理 有心经不通导致的失眠多梦 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解和示范 这样吧 这可以吧 好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神门这个区域在哪里 从我们的小指这个地方向下画一条线 小指的外侧啊 慢慢的好 画到你的掌根 就是大鱼鸡下方掌根这里 有一个凸起的骨头再往下 好 这有个窝 我们就把大拇指放在这里 正好是神门的区域 这个我进行点按 如果说你长期的心经不通 导致的失眠和多梦 你去点按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酸 比较痛 好 按压一下放松 好 再点按 做多少呢 做个三分钟 或者是点按八十一次 好 开始用力要轻轻轻的慢慢的柔和的一点一点的去做 力度呢慢慢增加 好 它具有书中心经 然后镇静安神的作用 好 做完了以后呢 换另外一件 也是一样 从小指外侧找到这个神门的区域 好 点按这个窝 这个非常容易找 按我说的去做 好 点按三到五分钟 或者八十一次 有心经不通 导致的失眠多梦 每天的点按三到五分钟 或者八十一次 坚持 一到三天 就能见到很好的效果 有一些人呢 做个半个月 睡眠的问题 确实好转 有的人呢 再也不失眠了 还有呢 需要坚持一百天 我建议大家 坚持去做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 点赞 评论 留言 和我私信 进行交流 谢谢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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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